好,上周我們開始講Akiket 然後現在呢 再重新稍微 提示一下 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來講解內容 那Akiket進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這樣的對話框 問你要創建新的項目 還是打開一個項目 如果你打開一個項目下面這裡就會變 你就去瀏覽,然後把你要 打開的項目打開來 那如果你是新的 像我們現在應該是新的 你就按創建 那這裡有一些設定 各位看一下應該就清楚了 這是用它標準的模板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定義自己的模板 好,然後這個當然我們一開始 大家都用默認的 我們新建 好,進來之後呢 它會先載入圖庫跟其他的 元件 那這樣做完之後呢 它就會進入到你 繪圖的畫面 那繪圖的畫面呢 大概有六個是主要的 那有兩個視窗呢 我們是在初學者的狀態 是必須要去開啟的 一個叫做 控制,一個叫做坐標 我們把這兩個也打開來 因為它方便初學者 不了解的狀態底下比較容易 可以進入狀況 那這邊是工具箱 跟以前不一樣的 是它有很標準的物件 那這邊是跟設計有關 這邊跟文檔有關 這邊還有更多其他的 那比較少用的 大概在這裡 那這邊是專門做平面繪圖的 這邊是做設計的 然後這個 這上面呢 是所有你選到工具的 這個 設定的內容 比如說你選到牆 它這裡就有牆的相關的設定 如果你選到門 這裡就有門的相關設定 那這邊這一排其實也蠻常用 只是說它都 以前 為什麼這個後來沒有 是因為它認為 有這一排之後 這兩個就不太需要 那因為比如說這邊的仙女棒呢 比如說這個設定 啟動組合這個 這裡上面也有 然後這個 在這裡暫停組合 然後像這個是輔助線 現在已經有了 還有像動態顯示的等等 它就常用的都已經出現在這裡 所以它把這兩個關掉 不過以一般初學者來講 這兩個是一定需要的 然後這邊呢是項目的狀態列 那這邊各位還不太知道說 它有四種 最主要有四種主要的內容 那這內容呢 如果從表面上來看 這跟你在做設計大概都在這裡 可是在修改圖面的時候呢 它會利用圖層啊 或者是一些模型的仕圖選項 這後來我再說明 把它變成各種的圖種 然後再拼到這個版面上 最後再輸出成一個圖側一個圖側 這個是四個項目 那最難 當然是從這裡開始大家不理解 這個地方呢 簡單的指令都還算可以 到這個地方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平面圖 天花盤圖結構圖 或其他的圖種 甚至 它是立體的 我把它利用工作圖 做成像2D的圖面 怎麼讓它保持跟2D 3D的整合 這個部分 是大家遇到最難適應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看到 試圖映色啦圖側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這下面這個比較簡單 就這個地方是比較難懂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都是在 項目樹狀圖 就設計的部分 來看它的內容 那這裡可以點選 1樓2樓3樓4樓 這個各位可能看不到 因為四串已經全部合在一起 否則它點這個1樓 它會出現這裡 2樓2層平面 這裡3層平面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練習 首先呢 我們要先講它的單位 跟輸入坐標的方式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要選它的工具 我們剛開始要來畫輔助線 我要來設計一棟樓房 是兩層樓 然後有一個屋頂 裡面有一個樓梯 用這樣的方式 讓你理解它整個操作的過程 首先我們先來看 我要畫輔助線 通常是平面的 我要去這裡來看 好 點選工具之後呢 這裡會出現工具的相關的設定 包含它的圖層 圖層你可以直接這樣選 或者進到圖層的管理的 這個地方去做管理 那這個地方呢 就直接選你要的圖層 那通常它都已經預設好 哪一種工具在哪一個圖層 可是你當然可以改 比如說你現在是畫輔助線 你可以說這是輔助線 把它切到輔助線層 那這裡有各種線條 畫單一段線 折線 折來折去 再來是矩形 再來是旋轉的矩形 然後再來它的線型 它的線的種類 你要畫哪一種線的型 它一般是先放在實線 再來它的顏色 那跟Archicad不一樣的是說 對不起跟Archicad不一樣的是 它呢一開始就已經把每一個顏色 所對應的筆的粗細都已經設定好 所以你點選這裡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看到這個粗細線 它是0.35mm 你可以看到它的粗細線都已經對應好 就顏色跟粗細線都對應好 除非你去修改它 可以修改這個 但是現在不是我們的重點 或者說現在不是我們教學的重點 我們去修改這個輸出 這個你可以都暫時選定 然後最後再來修改 那一開始的時候它就可以 比如說我們這輔助線 我們可以用洋紅色來畫 比較清楚 那或者你要橘色也可以 那我用洋紅色來畫 好 這個線95是0.13 好這樣 就算你一開始的時候 通常你選了某一個工具 你就必須要去選 要去設定看一下 它這個地方設定有沒有對 如果你要進階的設定 就點一下進去 這裡會有進階的內容 也跟這裡基本上是一樣的 各位看就知道 那這裡還有箭頭的 按你來說這邊應該也有 可能這個螢幕不夠長 它這裡沒有選 應該也有這個 線的有沒有箭頭 箭頭是怎樣的符號 你可以用各種符號 還有是剛開始點眼箭頭 還是結尾有點頭 還是兩頭都有箭頭 這都可以選擇 好 那如果你要設置的更詳細 是在這裡面來 那線的種類它這個有不一樣 是說繪製線、剪切線跟複合成的分割線 是它繪製的時候 出細的問題 出細代表的問題 我們一開始用繪製線就好 畫圖的 好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設定好了 一進來的時候 你都是點選工具 設定工具的顯像 或者是到這邊設定都可以 那這邊是減要的 進去是完整的 好 那我們要畫一個 六米正方的 這個格子 那你可以用 把線條定在格子上也可以 也可以 定在這個所有的點上面也可以 也可以不要 那通常我是不用 因為特別去點 有時候 會 不小心鎖住了之後 有些人鎖住了之後 就忘了回來 怎麼畫都畫不好 所以 一般來講是不需要 好 那我這邊就點600 那現在就是 由這個工具完了之後 沒有在講它的 輸入坐標的方式 它跟AutoKey不一樣 它沒有順序 它是 你可以先打X或打Y 先打這個坐標 那這裡呢 各位看到這個坐標 也是跟AutoKey一樣 有一個 絕對坐標 對不起 垂直坐標跟極坐標 垂直坐標就是XY XY是什麼 這裡是X 這裡是Y 這裡是圓點 所以你看我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圓點 那這個圓點不重要 AutoKey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開始畫圖 它也一樣 可以在任何地方畫圖 不過這裡你有看到四條線 這是它 系統內定的 幫你畫立面的位置 它已經幫你把立面畫出來 所以你畫在這裡比較容易 當然這個也可以修改 也可以丟掉 也可以刪掉都不要有 不過它現在已經先幫你設定了四個立面 所以畫在中間 等一下比較輕鬆 好 那我們再回過來這邊講坐標 這邊坐標呢 輸入的方式比較特別 它是怎樣輸入呢 點下去之後 如果我要一個600 你看它有第一尾第二尾 第一尾通常是指這個方向 所以你看 第一尾現在比較長 第二尾比較短 因為這個就是X方向Y方向 那它刻意不寫第一尾第二尾 不寫XYZ 那是因為 因為你在畫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不一定要輸入正值 副值 它就直接這樣 你就輸了 輸入的時候 輸入數字的時候 它就會 就輸入了 譬如說這樣好了 我現在就輸入 我直接打數字 它就會跳到那個第一尾第二尾裡面 譬如3500 我再按Tab 它會跳到下一個數字 譬如1200 這樣的時候 打Go或按Enter 那它就結束了 如果你還要再換 你再換到下面 你看還有 它就把距離 角度什麼什麼 全部都列出來 它有 你可以再繼續 OK 在你沒有開 你沒有按Enter之前 都可以修改 譬如說這裡我改成1300 好 那我也可以用滑鼠點 所以這裡我要改成4500 滑鼠點 用Tab 用箭頭都可以 就是你在沒有按Enter之前 它就認為你還在變動 所以它接受你的修改 那按Enter之後 它就畫好了 OK 所以輸入方式不太一樣 我再輸入一次給你看 第一點 當然我隨便選一點 那第二點你就 這裡呢 對不起 這邊再看回來這裡 這個三角形 表示什麼呢 它是一個相對座標 Delta 我們曉得各位數學還記不記得 國中的數學 應該是國中就有了 Delta代表什麼 X的值 跟前面的X的值 就是相對座標的意思 這是跟前面X的值 長度 那這是角度 它是半徑 一樣 極座標的半徑就是長度 那再來角度 那這裡X跟Y 是指這個方向這個方向 Delta Delta是指差值 所以這個是相對座標的輸入方式 所以現在呢 我要來輸入另外一種方式 在英文的介面底下 在英文的介面底下 就是我這裡沒有中文 的介面底下 我可以用Y 我直接打Y XYZ的Y 我打Y之後 不用按Enter 按Y就好 它就跳到Y座標的 這個欄位裡面 所以我就打 比如說我打一個 比如說 3000 好 我再打X 它會跳到X的座標 我剛才是不是用 上下鍵啊 這樣 然後它就 比如說我可以打1200 那如果我不要 我想A 角度是A A 我打A 它就角度 Angle Angle 45度 假設這樣 那我現在要用距離 距離 距離是R R 它是半徑 就距離 那我要1500 都可以 你還沒有按Enter之前 它就在那邊一直讓你輸入 但是記得 XYZ 不是打X按Enter 絕對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習慣是怎麼呢 你們在AutoCave裡面的輸入呢 是 比如說要輸入這樣的數字 是 呃 相對於小老鼠 然後 1500 痘點 2000 類似這樣對不對 它是這樣的輸入 但是它不是 它是隨意的在你沒有按Enter之前都可以改 那 它如果像角度的話 然後我們在AutoCave裡面是 比如說 長度150 小於 200 20度 類似這樣 或是45度這樣 跟這裡是完全輸入方式不一樣 齁 所以 它的方式是你要按X 它就跑到X的座標 按Y它就跑到Y的座標 按Z也可以 Z是高度啦 不過現在是畫平面圖 不會有Z齁 然後 再距離 距離是R 角度是A 齁 或者是第一圍也可以 第二圍這樣也可以 第一圍第二圍它就不管正負了 齁 那現在你是正它就是正 負它就是負 那 我們現在輸入的第一個座標 第一個那個數值呢 其實是600600齁 所以600 按Enter 600 好 這樣也是可以乘一個 600600齁 那現在看起來有一點點方 對不起 有一點扁 因為我們螢幕的比例的關係 那如果不相信就可以再畫一次 那這次我就打X600 Y600 按Enter 長得一樣 好 表示那個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螢幕有被拉長那個形狀 所以 好 先這樣 來